等一下喔,稍等一下 康姐,稍忙錄一下,手機錄個音 稍等一下喔,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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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那電子的大哥OK嗎 要不要試一下聲音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今天來辦這個生意 後面遇到自己的生活 有沒有什麼感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這五年來 因為從什麼都不懂 就是在人情世故啊 進退應退啊 在人際交際上面啊 都不太懂分寸的一個年紀 那倒是經過大家的一個 好好的對待的五年 那可能現在很多人都會覺得 欸現在跟18歲的這團妹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也很感謝所有人的指導 這樣 那讓我今天 我還活在就是 還活在這裡喔 還活在電視裡喔 還沒有就是消失喔 因為在剛剛出版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得罪了很多人嘛 那很多的前輩就會說 你一定會有一天 十二開戲者會道歉 或是說 你大概三年就會消失了 諸如此類的這樣子 勉勵的話 那 對我現在 是有人找我嗎 對 要不要掛一下 要不要 欸哈囉 要不要把這句話給他掛一下呢 好好的 所以有想到對你當初 沈 今天跟你講話的 是什麼 就 也沒那麼好說的啊 大家就是 各種各種 哈哈哈哈 大家有想到被媒體 現在也覺得 是不是他有想到 然後 嗯 就 這中間 就是跟很多的 雜誌 業者 有很多來來往往的恩怨情仇啊 或是說 甚至有到一些官司的部分 對 然後讓我就是浪費很多錢的打開 那 從這些拉拉扯的過程當中 我就感受到真的是 所有人對我的愛 嗯 因為一定 有愛才會有恨 對啊 我們還沒有 對 真的很感性 這麼愛我 嗯 你要出錢公司 其實 因為我覺得 之前 就是四五年前 那時候十九歲的 就在日本 就是有出過 三張水跟滴滴滴 還有出些 甚至有出 床單 就是 的周邊商品 在日本 然後有出年曆啊 等等 那是 那個時候的抗壓性 還沒有辦法 真的可以 去 異國發展 那現在也 比較懂事一點 抗壓性也比較好一點 那就希望可以再回去 再發展 那不管是 只要日文學好 像去唱歌 或是戲劇 或是任何 一切跟演藝有關的 都 會努力的去 把他做到最好 但是短期的目標 他就希望可以用 流利的日文 然後在日本的綜藝節目 然後去節目上面 然後的 介紹一下 台灣的美食啊 台灣哪裡好玩啊 這是專系的目標 我也是這麼覺得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的 因為呢 在我 就是年初 在日本唸語的學校的時候 我就有想通這件事情 我還有在日本 就想說 看一下這邊的 教我軟體 呵呵呵呵 把他幫他做 早跟日本男朋友 就是學日文 好像會比較刺激 但是日本教我軟體 那個 要填的資料實在太多了 我實在太懶了 我還要放棄了 這個就是 這麼漂亮 我還在日本街上 應該很會搭擺 也沒有 因為順便唸書 其實在衣服啊 上面都準備得很簡單 嗯 然後也都不太刷畫 都不太刷畫 都不上學 所以我要比較 很平衡的科學 就是那樣的 要讓他太遠太近 而且 我覺得條件的話 應該是 彼此的 在生活上面的價值觀 一定要相當 就彼此的生活齊盡啊 價值觀一定要相當啊 然後 應該要是一個 溫柔的人 其實光這兩個條件 就很難受到 呵呵 外表啊 外表啊 其實我跟外表的 形狀 並沒有特別的 形狀 就是 沒有特別的指定款耶 那我還可以 那我還可以 也OK 但是我可能 如果跟我摘起來的話 我就會 去控制對方的飲食 所以身高的飲食 身高 因為我真的很矮啊 要找到就是 比外的 應該有點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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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